歡迎收看明朝時尚 今天愛玲帶大家來到了 樓高十七層樓的原木燒烤 那當然今天這個原木燒烤呢 是最近好像時下 我們去訪問了很多餐廳 都非常流行的 那當然因為 它所烤出來的肉質 或者是蔬菜 任何的這所謂的食材 都有一些很特殊的風味 那當然其實今天 這一個餐廳 以及它的這個飯店 它自己本身所經營的理念 跟特色就相當的特別 結合了科技 環保 人文 藝術 通通結合在這個空間當中 加上我們今天介紹的美食 原木燒烤 絕對會讓大家意猶未盡 想在喧鬧的都市中 找到一個可以安靜放鬆的空間 暫時遠離煩霄 給心靈一個休憩的角落 今天明朝時尚 來到松山區一個時尚酒店 位於酒店十七樓的 原木燒烤餐廳 獨攬基隆河美景 飄高的用餐環境 舒服自在的氛圍 讓人悠然自在 現在就和艾玲 一起去欣賞美景吃美食吧 今天當然我們來到這一家 特色式原木燒烤的餐廳 那當然坐在一家 非常舒適的這個飯店當中 那當然這也是在 我們的南港的信義區 我想現在非常熱門的 那今天非常榮幸 能夠訪問到他們的總經理 丁龍你好 是不是可以幫我們說一下 就是安保 我們知道它其實有不同的分店 那在這個松山這個分店的話 它有什麼特別的特色呢 其實松山安保這邊 其實是承傳了整個安保的 它的一個三個DNA 就是科技環保跟創意 所以在整個的設計上面 我們特別請了南投的一些 文創的業者 到在我們開業前 它六個人兩週的時間 在現場編織了 你現在可以看到的這些獨燈籠 對 然後我們一個人有24個獨燈籠 但是有17種不同的樣子 所以是非常的一個 很有特色的一個地方 我覺得藝術 人文 科技 現在環保通通融入在空間 真的是很不錯 像這個安保系列呢 一直帶給大家一些 讓大家在這個所謂的 都會生活當中 有著不一樣的生活的品味跟感覺 不過今天呢 我們來到這邊 原木燒烤 或許就是我們在節目當中 最近好像常常會接觸到 那當初為什麼會選擇 是原木燒烤這樣子的 一個BBQ的方式 應該是說我們基本上是想要 透過一個原木燒烤 呈現出牛排不同的一個 氛圍跟口味 因為在那個原木燒烤 我們利用了在台灣的 龍眼木跟荔枝木 然後用它的燒烤出來的一個燻香 所以在那個肉質上 還有那個燻香上就很好吃 這個餐廳名字叫做Q 那剛才呢 其實我還一度懷疑它是Q 然後What 對 為什麼會有What這個音 結果後來呢 總經理就馬上點到囉 是Q 因為是BBQ 對 其實是跟BBQ有關 但是在 據我知道在最早選這個Q的時候 他們是說在美國紐約那邊 好像就是在 他們在戶外這個BBQ 他們就是成為Q 因為就是比較 是 就是解縮血 對 比較一樣 比較放鬆的感覺 OK 其實我們現在坐落在17樓 其實景觀非常的漂亮 那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外面可以看到的景觀嗎 外面如果從我們的 應該我們是向北 如果從西往東的話 你可以從圓山 然後松山機場飛機起飛 然後一直可以看到 那個基隆河出港 那整個的夜景 早上的景跟夜景 還有山景都非常漂亮 哇 所以美麗的景觀搭配這個美食 另外呢 總經理剛才也告訴我 這裡也是可以辦婚宴的喔 是是是 哇 所以已經有人在這邊 舉辦過婚禮嗎 基本上每個月都有一場到兩場的婚宴 在我們這邊的 挑高區的天井這邊 都有舉辦好場 如果正在早尋著 所謂的婚宴場地的話 這裡也是一個全新的選擇 那今天我們也謝謝我們的總經理 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你 那很重要的是 美食現在要登場了 所以我們會請到我們的主廚 來為我們介紹 圓木燒烤 今天要介紹的 是獨家進口美國BURN 自然帶骨樂眼牛排 35盎司四人份的分享套餐 大塊厚實的樂眼牛排 經過圓木燒烤 更添煙燻香氣 內容包括前菜 沙拉 烤食蔬和自製核桃麵包 餐後的手工甜點 非常豐盛又超值 好 那現在呢 到人美食當前 我們要請到的 就是我們的主廚 Eason來幫我們做介紹 Eason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是的 圓木燒烤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那可以幫我們稍微介紹一下 其實您在運用圓木燒烤的時候 總經理也有講到是荔枝木 還有我們的龍眼木 那你覺得說 運用的這個圓木燒烤 它可以帶出什麼樣的風味呢 我們的圓木燒烤 用這一些圓木 來去燒烤牛排的時候 會跟一般的所謂煎烤牛排 它會多了一些木材的香氣 你炭烤的香氣 當你在吃的時候 它那個香氣會在你 每一口咀嚼的時候 會慢慢的散發出來 那不管是在肉類的方面 或是在我們的炭烤蔬菜的方面 其實都會發揮滿大不同的效果 哇 所以我們現在迫不及待 就要來品味囉 那當然Eason前面 這個是前菜對不對 對 我先介紹一下 這一道香煎干貝 那我們是用北海道 叫生食級的干貝 嗯 那把外面先煎上色之後 那我們會放到我們的 圓木烤箱上面去燒烤一下 嗯 那其實讓中間還是有一點點 帶一點點生 吃起來會加嫩一些 然後底下搭配這個 豹子橄欖 嗯 然後上面看到有一點點 深褐色的這個 它是油望子醬 因為干貝本身是比較甜的 那我們使用油望子醬去搭配 讓它有一點點酸味 對 吃起來層次會比較豐富一些 有耶 對 而且這個橄欖 它自己本身有甜甜的 然後其實它會把這個 整個甜度都帶出來 對 真的很讚耶 果然是生食級的干貝 圓木的煙燻甜菜 鮭魚 這是鮭魚是不是 對 那這個鮭魚 我們是叫這個生食級的 生魚片級的鮭魚 然後自己殺完之後 我們用甜菜汁跟一些香料 去把它醃 醃大概兩天的時間之後 那再用我們的原木烤箱 去慢慢的燻它 把上面燻成木頭的香氣 那你看到這個紅色 外表紅色 這個就是它甜菜天然的顏色 喔 剛才我以為是 這所謂的ham在上口 結果原來它是燻的鮭魚 難怪它的顏色這麼的紅潤 跟我們一般看到 這所謂偏橘的顏色 是不一樣的 它吃起來 口感是還是比較新鮮的 對 是入口即化 而且我覺得這個 青菜汁是我們自己調配的嗎 對 我們自己調配的 非常濃郁 好好吃喔 而且有一點辣辣的口感 那是黑胡椒籽的蒜頭是不是 對 蒜頭的黑胡椒都有 所以我們這個量把它下大一點 對 真的很有風味 這道原木煙燻甜菜鮭魚凱撒沙拉 用石螺甜菜汁浸泡鮭魚 產生天然紫紅色的紋路 搭配炙燒過的羅曼欣 烘烤過的核桃麵包薄片 帕瑪森起司 蹄魚凱撒醬 口感非常豐富 是人份分享套餐的主菜 獨家進口美國Brand 自然帶骨樂眼牛排35盎司 主廚簡單的調味 直接在炭火上直烤 現場充滿濃濃的煙燻香氣 主廚專業拿捏適當的火候 和燒烤時間 呈現最佳的口感與色澤 這個肉好大一份喔 日己人份啦 這個我們今天幫阿琳 準備的是我們的Brandon Bean 帶骨樂眼35盎司 那這個平常是可以四個人吃 四個人吃 對 然後我覺得其實你可以看到 而且它的肉非常的厚實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用的 原木燒烤 先吃原味 對 很有味道耶 會有濃濃的那種炒燒的味道 然後這個是玫瑰鹽 對 可以搭配一點玫瑰鹽 跟紅酒醬汁 可以看到喔 所以我來沾一點點玫瑰鹽好了 因為我其實它原本 不加任何就已經很有味道了 加上我們的玫瑰鹽之後 我覺得它讓肉變甜了耶 對 把它把肉的體味再帶出來 真的很讚 然後再來你可以看到 我就喜歡看到這個大盤的蔬菜 然後也是經過這個淡淡的烤烤 對 也是用炭烤烤烤烤烤熟的 那吃肉搭配蔬菜 吃起來比較不會這麼膩 這是什麼品種的玉米啊 這是玉米筍 玉米筍 對 好大一支喔 對 我們是選擇這個帶皮的 帶皮的玉米筍 然後先把它稍微蒸熟之後 然後再用燙烤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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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可以帶出它的 這所謂風味 跟它最美味的那個極限點 那再來的話 麵包也是你們自己做的嗎 對 麵包也是你們自己做的 然後今天我們當然旁邊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麵包裡頭 還有堅果耶 對 核桃 核桃在裡面 核桃燕麥 很健康耶 所以你們這邊的食材選擇 還有烹飪的方式 都屬於健康喔 對 我們是屬於比較健康 比較原味 我們不會做太多複雜的工序 讓客人吃得到我們 用好的食材的用心 然後去吃它的原味 這個燒烤的味道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Eason幫我們做的介紹 那當然其實原味的食物呢 聽起來是很簡單 但是我覺得其實在很多的 火候的控制 還有食材的選擇 這個功力是要非常深厚的 餐廳也提供單點的配菜 今天介紹的是 美國大蘆筍和松露薯條 大蘆筍以巴塞米爾黑醋 浸泡後炭烤 增添酸甜滋味 松露薯條以頂級牛肝菌松露醬 和白松露油調味 最後撒上帕瑪森起司粉 香氣四溢 十分迷人 這是我們可以搭配的一些配菜 這個是 對 這是加州大蘆筍 好大喔 對 那我們的做法 其實就是把它稍微燙過之後 然後我們會泡到那個 大蘆米爾醋裡面 稍微泡一下 大概三分鐘 之後我們就上烤台去烤它 所以讓它增加一點酸酸的味道 所以蘆筍本身的甜 然後加上這個陳醋的酸 其實搭配起來就很舒服 好吃耶 上面這個是什麼 上面白白的是 我們上菜的時候會上那個 會現陶起司 對 真的耶 而且我覺得蘆筍它經過燻烤之後 它的味道風味更加的 就是有不同的層次出來了 很讚喔 那再來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薯條 但它不是一般的薯條喔 它是灑了松露在上面這樣 對 這個是松露薯條 好吃耶 它不會太嗆 但是呢 我覺得它味道恰到好處 對 這還滿屬於大人的口味耶 對呢 我們其實就是把這個薯條炸好之後 然後跟這個松露醬 松露油 然後還有一點點起司粉 然後下去拌 對 那當然其實我們坐在這邊 看到了這個美麗的風光 再加上這個豐沛的自然又健康的美食 那最重要還是要有一個非常 好吃的完美的ending的甜點 所以我們接下來請Eason幫我們上甜點 好 接下來登場的是自製手工甜點 香蕉重乳酪蛋糕 和佛手甘檸檬塔 新鮮的香蕉 融入乳酪餡料的特製起司蛋糕 搭配海鹽焦糖醬 意外非常搭的口感讓人驚豔 首次吃到佛手甘和綠檸檬 融合特製的酸甜內餡 柑橘香的氣味 讓人輕鬆愉快 各位觀眾朋友可以看到甜點在眼前 真的很有特色 那我們請Eason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 我從這個角度看過去 應該是有香蕉起司蛋糕吧 對 這個是香蕉重乳酪 對 那我們是把那個香蕉 新鮮的香蕉直接跟這個乳酪的麵 我們直接打在一起 然後下去做烤盆的動作 然後旁邊是搭配這個新鮮的香蕉 我們撒一點糖上去 然後把它用這個噴槍 把它噴得有點焦糖化 有一點拔絲的感覺 對 真的耶 其實我們的重乳酪的起司裡頭 它就有這個淡淡的香蕉香味 但是也不會太搶過於起司的口感 然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個香蕉經過這樣噴槍 稍微這個焦糖化之後 你會感覺到它的口感 其實跟起司蛋糕有點像 對 然後再帶一點點焦糖的香氣 很特別喔 再來的話 這個呢 這一個是佛手乾檸檬糖 佛手乾 對 就是看到中間那一層透明的 我們是用這個佛手乾去做一個膠 對 然後把它夾在這個黃色的綠檸檬餡裡面 對 所以會跟一般的檸檬糖層次 會再更多一些 很不一樣耶 因為其實一般來講佛手乾 我會直接想到就是按摩的精油 對 比較少聽到是注入在食物裡 所以這也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手法嗎 因為檸檬的話它本身是偏酸的 對 那佛手乾它帶一點柑橘的香氣 然後一點點甜味 對 對 所以我們把它搭配在一起 讓它的層次感更豐富 然後也不會太過於酸 對不對 所以綜合起來 這是滿特別的喔 那佛手乾一般來講是精油按摩 它是有紓壓放鬆的感覺 所以吃進去其實也相當的療癒 好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杯 所以你們的飲料都是有編號 然後有特別的名字嗎 對 有一些好玩的節日 或是有一些特別的推廣的時候 我們就會做一些飲料 所以這個應該算是一個 對 那這個裡頭有什麼 我看到有草莓 現在裡面新鮮的有草莓 蘋果 檸檬 對 那它的基底 我們是用一些柑橘類 比如說葡萄柚 柳橙 這些柑橘類去做它的基底果汁 所以它有一點是這五酒精的一個 綜合調味的果汁 所以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真的是很有創意 所以在這個空間裡頭 我們就講到了所謂的 休閒 科技 環保 人文 美食 加上一些趣味的創意點 如果你有機會 想要到這個台北市區裡頭呢 好好的轉換一下心情 不妨也可以入住這裡囉 那我想一個weekend 絕對會讓大家 有一些新鮮的感覺 好 我們謝謝我們的Eason 謝謝 謝謝 CUE餐廳 緊結明亮 挑高親密與大片落地窗 都讓用餐空間 充滿自然的光線 想要便捷 美味和優質的用餐環境 這裡是最完美的選擇 謝謝